好了,我們可以開始了 可能我還未在阿立正式介紹自己之前 我都略略說了一點關於阿立的背景 其實之前畢業的時候 本身畢業就不是讀fine art 很有趣是讀視覺資訊設計 畢業之後可能他也會從事一些設計的行業 可能大家不知道之前會否早期已經認識阿立 因為其實他跟朋友有一個藝術群 叫做dirty paper 是做比較偏向描述的創作 所以他其實在JCCC 我們現在去的studio 其實也是dirty paper 的一部studio 他之前關於dirty paper 的一些創作 都是比較完美性的 或者又關乎一些校園 或者自己之前的一些經歷來做的 到了大概2016年 他就開始有一點轉變了 就開始由設計轉換 去做多一些比較純藝術 向藝術比較著重的範疇去出發 當時他也提起了游泳的習慣 所以之後他這幾年的創作 一系列的創作 都是圍繞關於游泳的時候的所見所聞 或者他的看法 這些圍出發展 所以我們今天都會說回 從2016年到現在的一些展覽 一些作品 又或者他因為這幾年 都有去一些藝術家駐留的計劃 去了紐約 去了Turkey 其實在香港的大館都有做到 所以都會分享 可能去這些駐場的計劃的時候 可能講到他發生的事情 或者對他自己的創作有什麼影響 所以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就交給阿納去介紹一下 我再多提一次大家 因為我們這一個都會錄音的 希望大家如果真的進來的時候 都記得要閉嘴自己 還有如果你真的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留下你想問的問題 或者你有什麼評論 我們都會去回應給大家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講一下 可能2016年的時候的一個轉捩點 開始 大家好 晚安 那 這個是2016年的一個展覽 叫做你再煩我什麼 那時候還是Dirty Paper這個組合去做這個展覽 Dirty Paper我還有阿強 那為什麼我覺得好像很想講一下這個展覽 因為好像那一刻是很記錄到我的很迷惘 或者在一個年紀上面覺得好像很多煩惱 那有什麼煩惱呢 就在這個展覽裡面說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展覽其實是 幾多元化 以及記載了一些幾有趣的故事在裡面 這樣 那大家看到現在這一套作品 其實就是 就是好像Dirty Paper一組的創作 最後的一個校園系列的完結 就是 講大學的 那就是講不獲取錄 這個作品叫做 就是我的意思是 如果不計分數的話 那我去選擇去讀什麼書 其實可以讀什麼呢 每間大學 這個程度方法就好像一些診所 很尊貴的 在牆上 這樣 那就是一系列的作品 這個是 那譬如 如果講大的我會選擇讀牙醫 因為我很喜歡那些模型 但我又未必喜歡幫人做牙的 那接著浸大的我會選擇音樂 因為我以前也是玩Percussion 這樣 這樣 這個是一個 學校的完結 一個series 那接著我又很煩惱地那時候 26、27歲 就在想什麼叫朋友 朋友的定義是什麼呢 還有 有了Facebook大約六、七年 那接著就會想 嗯 朋友 那Facebook上面那些 是不是全部都是我的朋友呢 那我就拿我Facebook 就當作一個archive去做一件作品 就好像把一個虛擬的東西 變成真實地做出來 那我就開始去做research 還有去畫完我Facebook上面所有的朋友 那又開始逐個去 去multify它究竟 這個是不是我的朋友 這個是誰 那樣 還有是我有幾多個multual friends 什麼時候add他 那又開始用一些很直接的方法 就好像做到一張一張會員證 一樣 一盒一盒的 然後我再用文具去創作 做不同的顏色 打回他們的名字 是 最後會讓觀眾可以去揭和碰到的 還有我的朋友來到 就會找回他們的那張卡 但我不會跟他們說那種顏色代表什麼 這些是他直接去參考 這樣 最後就是這樣 最後就是一個working space 每個人都可以來看 然後我又覺得這件作品可以 ongoing 即是我的Facebook 其實不斷更新 或者刪除人 然後就可以繼續延伸下去 有些觀眾會來看 在這裡揭露 很好奇 之後就是開始我第一次畫泳池 就是那時候又是覺得 很悶 在工作室 不知道做什麼好 然後就不如去游泳 這樣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李正屋泳池 在我家旁邊而已 那就是我從小到大去的這個泳池 但其實我又不會游泳 那我就用一個暑假 就逼自己學會了 那我就去看YouTube 以及去偷聽 遲邊的教練去教 那一個月後 我就真的學會了 很順利成章地 然後我就覺得 都幾有趣 就會在想究竟 我好像逃避了一些我生活上 或者是這個現實世界的東西 跳到過乾水裡 那然後這個公共空間又有什麼用途 或者大家來的目的都不一樣 那我就開始想一下 其實一個泳池是怎麼起的呢? 那好像大家看到就是 就是有些數碼 那其實我就找了很多方法 究竟怎麼畫到它呢? 最後其實是用最簡單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數 那就可以逐格數 那邊也數 然後你看到心也數一下 環也數一下 這個是理智康泳池的Top View 那就是用航拍機去拍的 那你就會看到其實很漂亮的 就會看到有三個花紋 這個是澤泳池來的 這個是一個BB池 那就是海馬 海豚和海星 那所以 在這個展覽裡 我就用了你掌泳池 去做了第一次泳池的作品 那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其中一幅 就是各個鐘池 所以當時就由你以前的描迷性的關於校園 以前生活朋友圈會談的內容 當時你每天都在泳池裡觀察去的人在做什麼 每個去的人的角色,或者他們在做的事,或者身處的空間 究竟他們怎樣運作 所以就開始很細緻地去那裡浸淫 而且我會覺得這個空間很有趣 我每天去一個小時,就好像放在身上所有的東西 你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沒有相機,沒有東西可以接收 你就光彈彈跳到池裡,那一刻很面對自己 我會不斷和自己聊天 其實游泳這個動作只是重複性 但是腦袋就會不斷轉化 我覺得很有趣和很幫助我的思考 開始有些著迷 然後就開始有逐個詞去數格子 然後就好像對逐個詞有個形式 而且好像真的親手碰過他們的每一格 我覺得可不可以轉化成為作品呢? 就是用這個途徑開始 所以當時就由家裡最近的你,就是這個泳池裡 我開始延伸到其他地方 然後去了這麼多區的泳池去做這個體驗 對 而且去數格子 最初人都沒有這樣想 因為我家裡的過馬去 還有最有親切感 因為可能我小時候爸爸會帶我去寶寶寺玩 然後我家小學就在這個泳池旁 我就會在這個集泳池裡學有水 然後到大陸我面對問題 有煩惱 然後又跳回到池裡去面對 我覺得這個泳池好像在我人生中 是我接觸得最多和最親切的 所以就會由這個泳池開始出發 我也沒有想過最後 原來世界各地這麼多泳池 我就開始不斷去了 所以當時就好像去了第一個 是一個住宅 是了 然後就去住住宅 然後我就去了紐約 那就是School of Inso Arts 在一家學校裡面搞住宅 現在看到那張卡 其實是要在紐約游泳 是要有類似康民處的卡 那你有這張卡才可以去游泳 那我就去申請 是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就是我家學校 還有學校的空間 但是也看一看 是要尋找自己的 是 然後 好像 一開始說 我沒有這個藝術的教育 就是沒有回藝術學校 因為這個居住 就是在學校裡面發生的 其實它一個星期 就是有四天都會有藝術師或老師 來跟我們去聊天 或者去了解我們的創作 那我第一次覺得 好像是上學一樣 然後就要填自己的名字 去看幾多點去見面的藝術師 對於我來說這個行徑 那中間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處理的 但是好像今次就是 會有人跟你聊天 或者有人討論的時候 我就收了很多 我覺得很有用 或者我沒有聽過的意見 是的 在今次的居住 然後我又開始不斷游泳 在紐約那裡 那個很明確的目的 那大家看到譬如 這個是個泳池的入口 進去是有些信息 然後我就覺得 原來在世界各地游泳 都很不一樣的 譬如香港的話 其實你在下班之前進去就可以了 但是譬如紐約 它是有時期的 那你就要配合 你是哪個類型 去游泳 就不是你說去去的 然後就會覺得 都幾大衝擊 因為可能很關於城市的建築 或者他們的歷史性 就是 看到每一個泳池都會覺得 哇,很不同 這個是室內的泳池 那 尺寸也不同 建築也不同 無論文字 深度 本身的泳池用途 都可以很不一樣 譬如可能是一個泳池 不是被人游泳的 但是在現在這個年代 變成是游泳公共泳池 所以都會很深刻 還有可能始終因為不在香港 整個architecture 整個structure 可能在香港真的很standardized 有主詞、負詞 就是被人練習的詞 但是在外國 好像他們的history 或者更加會relate 去那個地方的一些問題 是的 那其實剛剛羊羊就有一個問題 這麼快? 是嗎? 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看都是在說廢池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可以先說一下 那他就問 是怎麼會被人游泳的 被人游泳的 被人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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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的問題是 如果身處在水的空間裡 被人游泳 或者變成一個水的流動 和他都是一個物件 是嗎? 那怎樣去引起你呢? 可能作為藝術家的身份 或者想對你來說 可能因為你那時候也說過 為什麼你首先開始去泳池 有這個習慣 就是因為可能當時你比較 有創作性的方法 很清楚 那 在這個水的流動的狀態上 可能有沒有去引起你 其實呢 我覺得游泳的動作 和我最後回到工作室畫畫 是吻合的 因為我最後 你看到我的作品 其實是一格一格 和一格一格這樣填的 但是游泳的動作 也是不斷重複的 然後我回到工作室 也是不斷重複 是 requirements 其實我覺得那件事是蠻吻合的 就是 你… 你不斷重複 然後自己自己很靜 但是你腦筋可以在想很多好好的東西 是欸 所以我覺得 是這個運動 是吻合我這系列的狀態 嗯 那個你這個行徑和創作方法 而且真的很像一個 Nation cliche 你自己來自己 就是早上游錢 然後下午就回到失去創作 好像早上就是一個很新鮮 然後回到後就埋頭去把之前想的東西去帶來 好像混入了生活 已經有預算 因為12時就會生遲 譬如10時半起床 我就用兩個字跑到街上 然後我就換衣服 然後11時就要跳到水 游一個小時大約20個課 然後12時我就上水換衣服 然後吃飯我就回到室室 然後我回到室室其實也是滑泳池 所以那件事很連貫 只是問題是我早上是在游泳池 但我硬是用筆在滑泳池 我想那個連貫性是這樣 是的 即是游泳也是一個連貫重複性的動作 但是可能那些浪花或者無論是在海裡面 或者可能在游泳裡面也會有一些連貫 因為旁邊也有其他人游泳 就永遠不同的 可能在當中就跟你有些吻合 他也很喜歡游泳的 我不敢游泳啊 我游泳池看到底 海見不到底也會害怕 哈哈哈哈 那個又是另一個體驗 是的 很不同的 完全不一樣 我黑褲子 哈哈哈哈 我們可以再說一下 當時在紐約的時候 我記得你那時候有一件事很影響你之後的展覽 一個發言 是的 是的 那這裡是我不斷去的泳池 在紐約那裡 是的 那接著我就會 我的計劃就是一至五就游泳去餐廳 然後六天我就會去第二次市場找東西 是的 然後我又找到什麼物料可以給我創作 或者我適用呢 那我就找到這個信號 這樣也挺漂亮 以及挺適合的 然後這條影片就是我在紐約那時候第一次游泳 就看到很多人在泳池玩這個遊戲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按摩一個洞 按摩一個泳池 Step one Marco Polo best if you've got a ton of friends with you pick a sunny day organize a trip to a local pool or a backyard oasis and dive on in Step two Pick someone to be it or Marco and have them swim to the opposite end of the pool as is tradition feel free to talk this person mercilessly Step three Marco has to close their eyes and keep them closed throughout the game Marco then counts to ten which is everyone's first chance to scatter around the pool Be creative with your hiding place and always keep moving, but whatever you do, don't get out of the water. Step four, when the Marco is done counting to ten, they'll shout Marco. Everyone then has to shout the response called Polo. This shouting process is like Sonar, and Marco can shout out as much as he or she wants. Everyone has to respond. If you don't shout Polo, Marco can call you out on it. If Marco's right and you didn't respond, you automatically become the next Marco. Step five, now it's Marco's job to swim around the pool trying to tag a victim. Just like tag, if Marco touches you, you're the new Marco. Step six, in one version of the game, only Marco has to remain fully in the pool at all times. Everyone else can slip in and out as they want, but if Marco shouts fish out of water while someone is out of the pool, they become the new Marco.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person caught, Marco chooses the loser. Did you know, Marco Polo's account of his travels in China,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paper money to the west.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剛剛Karen也有分享,她有玩過這個遊戲 但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之前看阿納的作品,其實我不知道有這個遊戲 可能你可以講一點點 可以講一講就是我第一天去紐約游泳 我已經看到很多人在一個潛屋大叫 然後我又沒有聽明白他們叫什麼,只是叫兩個字而已 之後開始我就在想什麼來的 然後我原來就是Marco Polo,不斷在這裡叫 然後就在這裡,其實就是泳池版的主意 然後就在這裡追逐和祝大家 憑聲音這樣 那我覺得,哇,有這種遊戲的嗎? 因為香港游泳也是沒有人游玩這些東西的 然後我覺得挺有趣的 然後當我在紐約不斷做research 和想最後做什麼的時候 我就想,其實可不可以拿這個遊戲去概括了我現在的行徑 或者我的作品呢 就好像我不斷沉沉默默地去到紐約游泳 那我究竟想找到什麼 我的創作方向有什麼 或者我最後找到什麼 其實不知道的 就好像I say Marco, you say Polo這個泳池遊戲 那所以最後residence 之後就會有一個展覽 和Open Studio 在學院裡面 這樣 那現在大家看到那就是我的studio來的 那時候的space 其實就是清空了studio 變成的exhibition space 然後畫了很多細細幅的作品 然後我又很利用它的原素 譬如這條通 本身是遮住studio的 那我就把它想到可以有一個浴簾 那就將好像觀眾 在一個外面進入了我這個浴簾 或者泳池的空間 或者是有時候泳池呢? 那就是你進去泳池 對,洗浴簾 對,洗浴簾 然後再進去 然後我就用了在世界市場 找到的一個sign 然後可以 他都運用了一些fine objects 就是可能在泳池 大家有機會會看到 或者可能會重複 來回到他在泳池體驗主題的一些物品 在裡面有這個設計 嗯 那這個是現場的照片 那有很多很細件的作品 就是我在紐約游泳 大約游了10個泳池 那我在這10個泳池裡面 拘捕了一些我覺得有趣 或者我想採取的畫面 然後畫出來 那然後呢 這個是本身 是我本身的studio的locker 那我就善用了它 就變成一個 就是好像換衣的locker 然後就放一些我游泳的用具 在裡面 是 儘量善用空間 那我又找到另一些fine objects 這個就是 又是一個 在世界市場找到的 一個玩具仔 是鐵夾 一個好像雙人的太陽椅 放在一個很隱蔽的角落 就是我會用這些去輔助 去講展覽的訊息 或者協助我的畫作 那些作品呢 就是在這裡 這個是我頗喜歡的 因為這個泳池是真的 壁畫是有海豚的出現 這些都很少在香港會看到的元素 那我就畫出來 就是它們的動態 和 好像很不合理 一個泳池 但是 是有海豚 那 那究竟這個是磁 還是一個 一個海底世界 還是又不是呢 那 好像很常見 這件事 就好像 就是你在 Bird Eye View上 就是畫你一個業作品的時候 的那個Perspective 和你現在 可能 在美國創作的 那些Perspective 就是那個Observation 有一點 是啊 是啊 那這個 也有趣的是 我在換衣的時候 然後我在更衣室 看回到泳池 但是那個窗就是有這個鐵欄 然後 那個泳池也是有鐵欄 好像 我會覺得究竟 游泳這件事 好像有freedom 但是我現在看到這一刻 就不是了 就好像困住了它 那這些空間的挫配 我都覺得幾有趣 這個也是我覺得 就是 明明是一個跳水池 但是又會有 有雪糕筒在跳水池的板上面 然後又周圍都會有欄 然後我又在外面 好像一個偷窺的角度 去看回泳池 這些東西都很吸引我 嗯 嗯 就是怎樣看空間 對 對 就是究竟可以進入還是不可以呢 那 大致上就是這樣 然後 回來 就 完成了 我就想 在香港可以 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 用泳池 完全用泳池 去做主題的展覽 是的 就是在藝術館 是的 在Finch Club 就是在去年6月的時候 那 就是 用回 在紐約 那個名字 都是阿死馬 但又有個中文就是 如果你是負勒 那就是阿占 阿占 幫我擦剪的 就是在Finch Club 那 這樣 那大家看到就是 那時候的展覽空間 那 這次的 方法就是 除了我會想 展示紐約的作品之外 就會有全新的作品 在我香港那裡畫的 那就是 譬如這個就是 一進門口 這個就好像一個 公共泳池的度高的一塊牌 因為平時的公共泳池 就是有一個牌 給你度高 究竟你多高呢 那你多高就可以去到哪個次了 就是好像是一個開放 大家要準備去游泳 然後就是 空間的照片 那現在 這裡看到 就是我在香港畫的作品 就是我這幾年在 在世界各地 旅行 那時候 做資料 畫的泳池 那這裡看到有四個 分別是 柏林 紐約 倫敦 以及巴黎 又回來在這裡喪畫 剛好你提到這一系列的 水泳池 其實我們 有些觀眾問一條問題 怎麼那麼多 我覺得都關於這個事情 因為這裡有一系列 很少 問問問 你這一系列 因為都是你去到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 回來 即是你真的計算了磁磚 你觀察完 上次計算 拍攝一個 那時候 他就想問你 這一系列 這麼多個地方 你最喜歡哪一道的水泳池 即是去到這麼多的水泳池 嘩 嘩 這樣看 所以 我覺得紐約那些我都幾重 因為 他的不同的是 外國的比較是分 有些是 開放空的 即是很大的 大到是 很大的 很多條線 這樣可以游得很自由 而且如果你真的練習去游泳的話 就可以選擇那些泳池去專心地游泳 但有些就真的很有風格 或者很關於建築事的 就是一些很內地的河池 即是可能多於一百年歷史 如果你那天 即是我覺得 如果你那天想游泳 或者感受一下 一些人結地靈 就可以去過那些 比較歷史悠久的 然後 如果你真的很專心去游 就可以選擇比較專業的泳池 但香港的普遍來說 都是這樣的 所以 就是這樣 外國就多些選擇 但是 例如在香港 我覺得是方便的 而且 交通也很容易去到 有時候 我也會特地選擇 某幾個泳池去 看看我的心情 即是 如果我那天不想曬得那麼黑 我想去室內 然後我還會選擇我喜歡的室內泳池 我方便選擇去家裡 然後 如果想去遠一點 其實很遠的也有過 大嶼山也有過 是啊 原來也有說過 你剛才的這個 因為都說 剛才一直觀察 其實在外國的泳池 都會有一些墓塞 或者它會有 好像剛才海豚的一些畫 或者一些公共藝術在 Gosmane Group裡面 所以他也有些想問 剛才的有一張 其實都幾次在青衣的那個 地鐵站去看 去青衣的那個 哦 我知道那個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個是搭地鐵會看到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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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去游過 然後就好像那個基城的那個位置 就好像真是 很奇怪 你突然間搭搭一下的時候 突然看到旁邊的人 誒? 在游水 是啊 但是你卻很忙碌的生活 因為很奇怪 其中一件事就是 因為在泳池裡面 或者在海裡 大家 始終衣著會比較少看 可能大家都有少少練點 有少少在泳池 大家都會 我快點下水 是啊 你也看到我 不要被人看到 我也不想被人看到 我看到人 但是其實我可以這樣 但是其實 有趣就是 你又不斷在泳池裡 因為那些 有泳客 或者在練水的人 或者在學水的人 就是你那個基城 你又在想你被人在看的 是啊 是啊 都幾有趣 這個其實我有做另一個系列 在說這件事 我可以再說一說 是啊 我們留待一會 我們再說這個展覽 因為這個展覽也分了幾個區 就是你剛才說 日後 然後就是 剛才就是你一系列的不同地方 有泳池的 真是很詳細的畫作 然後就去到一批 就是你在美國帶回來的作品 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展覽其中一個有趣的地方 因為你之前在美國的時候 你都嘗試用了一些 粉絲 去將整個經驗 不只是去體現你畫出來的 那個平面的感覺 是 你再加上一些粉絲的元素 或者 你就將它好像變成 一個 視察的那個 是 角度出發 是的 都好像變成我去到泳池裡 去游 去游 看這個展覽 然後你好像空想你自己游泳池一樣 就是可能你用長的顏色 然後我又扶手 這些比較具重的東西去協助大家 嗯嗯 還有剛才也有一個 其實我也覺得有一個循環在這裡 因為好像入口你說 好像度高分 是的 然後我們就進入剛才好像有一個藍色背景 好像要游了 要游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看到 好 下一個空間就是 可能大家要開始 遊園了 對 衝生 對 這個就是我在紐約找到的 很喜歡的 它一個 枝枝簡易的一個裝置 就是被人洗澡或者洗手用的 那我就很喜歡 然後我就 最後找到四個 然後 做了一個 都是 進入了不同的簡易 在裡面 然後這個就是看到我也是紐約的設作品 還有用這個造型 剛剛出現過的 剛剛出現過的 做什麼去回應到我這個主題泳池呢 這樣 那我就很留意到 其實它有兩條柱在中間 那我就覺得很有趣 首先 然後我就想 怎樣利用這兩條柱呢 可以做到一些設置 在裡面 那我就 圍住了這兩條柱 然後就找了兩張 好像看台的燈 那它們就面對面 然後我就拉了一條浮球 在天的這個位 那我就很想 有人會有question 就是有人進來 究竟會想 這張椅子坐不坐得呢 還有為什麼浮球 是放在這個位置那麼高呢 然後我希望大家會想到 就是可能 其實大家在水底 又或者是 它們這樣對著大家 對望大陸 不能碰到大家的距離 或者那種關係 是什麼呢 都是協助我講展覽的主題 和作品 也有觀眾其實剛剛留意到 你一系列的作品 其實是無人的作品 是啊 是啊 這個其實也是你其中一個 就是有原因 對 可以分享 可以 就是好像一開始 Dirty paper 開始就會畫很多人 但是當去到泳池那一刻 其實我沒有故意的 但是原來 自己選擇 或者不用畫人 去講人 也是一個方法 好像泳池 雖然是沒有水或者沒有人 但是我不是在說沒有人存在 或者其實也是在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但是我又不用去畫出來 這樣 表達手法 有些不同了 而且 是抽象了的 我覺得 嗯 嗯 嗯 然後到展覽的 尾部 尾部 可以照一照你的樣子 整理好 那你就走了 看完這個展覽 洗滴你的心靈 然後還有這部機器是可以吹頭的 那真的有效的 但是沒有人玩 哈哈 即是設定到 好像在泳池 你可以吹頭的東風度 是啊 然後其實我很喜歡 直接跟觀眾去對話 還有我想聽大家的意見 所以我當時都好像做了一個主流 在那裡二十幾天 那個展覽 那我就在那裡創作 還有在這裡看場 那我也很開心大家分享他們的評論 以及大家感覺到什麼讓我知道 那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覺得很有用 還有之後我可以改善我的創作 嗯 明白嗎? 這樣 我們繼續說 之後去訂了 是啊 那接著我呢 就有點上癮了 然後我就立即報下一個 那就是我去了土耳其的伊斯坦步 那因為我就覺得當地 可能建築 會很吸引我 究竟那裡的泳池又是什麼樣呢? 或者這個城市又是怎樣 去運作的呢? 我就沒有想過什麼就報了 那就去了 就是上年的夏天 即是上年的現在 那大家看到這個就是我 阿Pie的藝術空間 那這裡就是它的門口 就是它的展覽空間 然後我就是住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我的工作室 然後這裡有個露台 很棒 有露台 很開心 很舒服 然後伊斯坦步 很特別 就是會要搭船去代步 那我是住在亞洲那邊的 因為伊斯坦步是剛剛踩了亞洲和歐洲的 那我就每天來回亞洲和歐洲 這樣就搭這些船 其實我覺得某些程序 像在香港 像在中環國天沙咀 但是是內地和港口大得多 那這裡是這次參加的風景 那我一如既往 就是會不斷去一些 照早市集到去找我的東西 還有去到處拿靈感 這個也可以說 就是它整條街都很多這些雪糕棟 其實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 然後還有它們的形狀 令到我很吸引著我去看 因為可能它們的車永遠都撞到 或者一些人去踢倒它 那我覺得這些都很有趣 有一個重點我覺得要說一說 因為本來你是想去泳池游泳 對 但是誰知道你去到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那裡要申請證件 才可以去工作室 我以為很順利的成章 就打算去游 然後去到公共泳池門口 就問職員 我想游泳可以怎麼做 那你填一個申請表格 然後他說要等三個月 但是一個住室是一個月 一個月 那我就在那裡站了三分鐘 啊? 這樣 然後我說不是吧 然後我就想 怎麼辦呢 沒有想過 那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去住室最特別的地方 很多事情你不能預計 那不游泳就做其他事情 然後我就去土耳其浴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很地道的土耳其浴 所以就開始在城市 游泳 還有 還有去留意城市的不同 有關水 是的 就是跟本身 你不斷去觀察這個空間的一個不同的地方 當然 你也說過在泳池 你不斷去數這些 架磚 架子 原來在城市裡面 都會有很多類似的 對 對 當你不能去游泳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 幻想自己 或者你在街上看到那些東西 就覺得好像很熟悉 或者是否跟泳池有關 就是我會這樣打一個彈出來 那可能見到街邊 我都會覺得很吻合 跟那個聯繫 譬如這個是一個公眾廁所 但我沒有見過的是 它可以讓人去洗他的腳 然後才進去清真寺去參拜 那這些都是很不同的 那我又嘗試去給錢去的泳池游水 去解決了我這種慾望 那也是會做回研究 其實我是這樣做研究 就是拿一張紙 然後數 然後就記錄一些細節 回去就畫 然後差不多一個月後 我就開始試試創作了 就用不同的物件 或者我這次展覽想說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展覽叫做 I cannot wait for three months 我覺得是直接地回應我這次的客人 就是 我等不到三個月的 那我做什麼呢 就是這樣帶出了這件事 所以整個展覽裏面的作品 或者創作都是圍繞著 可能這個月裏面 就算我去不到泳池去 就是做一個observation的時候 在這個城市裏面 遊走的時候 你又找到的 或者這些object 對於你有什麼回應 我們也看看這個展覽裏面的創作 它這個空間其實是挺有趣的 因為是一個很wide clip的 一個很細的空間 但是它有兩個很漂亮的 天長有外面的光可以寫進來 然後呢 這個第一件作品就是 就是我利用了它本身的空間 又有一間房仔 然後有一個很漂亮的臉 那我就覺得它很適合 然後又有一幅小的畫 就是好像一個又是一個侮辱奸的場景 就是我去一些給錢的泳池那裡 搜尋回來的 然後 我又找到這個翻檢頭 然後 然後 我就第一次用煙去做創作 因為 湯耳其 那些人是吃煙都喝水的 他們煙不離手到 我不知道他們睡覺也不知道在吃 就是很誇張 他們煙薄煙煙煙 然後呢 我又找到 這隻煙呢 這個牌子叫Polo 那我覺得 這麼有趣的 好像很吻合我上一個展覽 就是好像貫通到 然後我就把那些煙燒 稍微燒到Polo那位停 就填滿了這個翻檢 那這個是另一個作品 也挺有趣的 就是 大家看到其實是一連串的數字 那就是 我有一次去游泳 就是 有一個人 就是 給了他的電話號碼 然後 然後 他就拿了一張報紙去寫下 然後我就 處理了這張紙 那他就 跟我說 你打給我吧 我們可以去吃飯去玩 那我就說 好啊 我打給你吧 但事實上 我就沒有打給他了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我這個 整個子彈 可能已經在講 關於時間 或者 等候的概念 然後 我又覺得 某程度上 我要等三個月 才可以去到公共泳池 那人生裡面 很多事情都是 不是你等我 我等你 等於我不打給他 那我都可以讓人等我 所以這系列作品就叫 Call You Maybe 然後你看到 這個是一個 類似電話的 那個 撥撥 對 那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打給他 哈哈 我比較有興趣 就是當時有沒有觀眾 打這個電話 有的 但是 他們 因為土耳其 本土的人來看 然後他們知道這個電話 不是土耳其的電話 因為那個人不是土耳其人 所以他們都會有點疑惑 究竟這是什麼人的電話 都會有些幻想 覺得蠻有趣的 這個又是另一個設計 就是 我又是找到這個裝置 現在都在我旁邊 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 每天用來標價 金價或者珠寶的一個機器 可不可以叫做機器? 的玩具 的用 標字 然後 本身這裡它現在遮蓋了 但其實本身是寫著金價 寫著金價 珠寶多少錢 然後我就貼了它 這個就是講每一天的土耳其文 即是日常的土耳其文 其實我就拿來做 然後改了它的數字 其實一天有多少秒 就是有8、6、4、0、0、0 然後我就找到這個漏斗 這個漏斗在文具店裡找的 然後我就會讓大家去玩這個漏斗 即是你們可以隨意去轉它 我說你轉它的時候 你就要透過這個放大鏡 去看它的衣服 這樣漏斗 當它完了這個行徑之後 我就跟它說 我浪費了你一分鐘 你浪費了一分鐘 在我的藝術裡面 好像 就是在講時間這件事 即是 每一天有多少秒 你要怎樣利用 你要怎樣運作你的生活 其實都是一秒一樣過去 可能這個residency 對你來說 這個時間 一個啟發 不只是在泳池發生的 對 對 變成這樣 這個也是畫作 然後那個框也是在Vintage Market賣的 但是這個展覽也有一個很新的嘗試 就是因為我不能去游泳 我不斷在街上走來走去 我的眼睛的視點其實很看著下面 所以我將一些作品 那個eye level是全部降低的 就是在很低的地方 那些人可能要刻意蹲下看 還有要看看地下有什麼 那這件事就是那個月我發生過 還有我眼睛看到什麼就變成創作了 然後就畫了很多幅這些街磚紙 例如街磚的畫 就是我也是覺得有趣的是 我在街上走的時候 看到一些建範會不會有關係到泳池的街磚呢 還有他們的顏色很有趣 就是白色和黑色兩個好像雙碰撞 還有在一個角落裡 又覺得他們的關係有多有趣 那這一點 可能如果大家對阿勒在Turkey這個展覽的作品 再看清楚一點 我都會在check room 分享到他的網站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點 那可能我們就開始說去近期一點 是呀 剛剛在大館又參加一個residency 是呀 那不是在外國發生 是呀 就在香港 但是體驗又有點特別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而且也做了一個大型的installation 賣給你們 可以先看這條片 好 好 這裡 好 然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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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近期的創作 就是在大館住宅 然後就在大館建造了一個泳池出來 這個項目就是叫55平方米 就是在大館裡面有一幅很大型的外面 究竟這幅牆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就找了我去建構這個空間 我最後就很順利成章 就會覺得其實中環這個地方 好像沒有一個很大型的公共空間 給大家去使用 或者真的沒有一個公共泳池 因為如果在港島游泳 要不去灣仔的魔力神山 要不去上環還是西環那邊 對,那邊游 中環其實就是不能游泳的 你沒有錢的話 然後我就覺得 那好吧,在大館或者中環這個中心建一個泳池 就是這樣 然後就開始去想 如何去做這件事呢 首先我其實有趣的 就是要考了一個綠卡 這個就是建造業安全訓練證明書 然後才可以在戶外工作 還有這麼大型的創作 我就找了其他的藝術去一起合作 分別就是有Kenny 有阿毅、阿榮林 還有邱國強 就是Dirty Paper 然後一開始就很關心顏色 就是究竟它大約12米乘5、6米高的射幅長 那顏色怎樣才很明確 還有我又想到除了畫之外 可以用什麼去表達呢 有沒有其他的元素呢 然後我就想到是可以用這些膠鏡的元素 去做一個水的反射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做測試的時候 究竟我會在想 究竟這個位置在大館的時候 我可以重複到什麼呢 那一開始就要計得很準 因為一個很大型的創作 就是要有電腦稿 然後我們嘗試寫在牆上看看效果 無論是色和尺寸 然後就要開始第一晚去創作 就要用到吊鼻 這些叫Genie 就升上升下 不斷在這裡開始畫泳池 其實也挺害怕的 嗯 嗯 嗯 因為之前你的創作 就是關於泳池的 都是你自己用color pencil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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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給人的感覺好像去到的時候 就好像 咦 為什麼 有些搞笑 高泳池平常不會這樣看 是呀 但是 到你看到製成品的時候 你會看到整個泳池的中間 那個池的位置 是一些鏡片 嗯 你會看得回自己 好像 個人樣的 對 對 我會想 究竟我這個設計 最後想 人們有什麼感受 如果純粹是一幅畫的時候 會不會 我想多一些 可能 就是可能 有些他們回憶到的東西 或者他們 可以 交流到的東西 會比較好 如果做到 所以最後 就真的用了鏡 這個元素 在中間 就是代表 就是這個池底的位置 然後 就好像 可不可以想像 大家在游水呢 然後 雖然大家滿頭大汗 或者穿著西裝 但是 都可以有一刻存色的空間 我覺得是中環這個地方 對 在那裡 我又有了 我去了 沒有 有很多小粉絲 有很多小粉絲 有很多大粉絲 有很多小粉絲 有很多小粉絲 有很多粉絲 我們要先打卡その位置 因為我也是用回 其實我的創作模式都是用我在一直在畫泳池的方法 就是畫格仔 但問題是這次的格仔大很多 以及這幅畫很大 我又計算過究竟我用多少格才可以完成 因為我只有10天時間 然後我們四個人,兩隻手 究竟多少格我們可以做到呢? 大家計算了 但好像有1300格共的 五隻藍色 我們就不斷地抹抹抹抹 然後上色 我想這就是畫到第三、四天的進度 大約有一半又多 而且當時天宮也很早 是啊 都很幸運 畫完就下雨了 然後到最後就是 就是我們撕光所有鏡子的膠紙 就知道了效果如何 真的知道了 因為我一直都是幻想的 我自己 我沒可能不知道其實這麼大範圍 最後你重複到什麼 我也是一段估計而已 然後覺得也挺漂亮的 而且日常去的時候 就會打了一些類似波浪文在地上 也挺漂亮的 晚上去呢? 又會有射燈打了在這個設計上 又有另一種感覺 而且尤其是現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不能去泳池 其實不能去游泳 然後大家可以來這裡游乾 是啊 那作品名叫做 I will always be on your side 中文叫做 暫在遠方的你 我的原意就是 其實 你一個人站在這裡 一定不只照到一個人 因為大館一定照到其他人 就好像永遠都會有人在你身邊 然後 I will always be on your side 還有另一個原意就是 其實泳池這個門口是為我們開的 其實想游泳就去 雖然現在沒得游 但是我覺得 就是等於你想去喘息 想去休息 或者你想去沉一沉碰自己 其實是有選擇的 在一個城市裡面 還有我覺得也有點重複到 剛才其中一個觀眾問的問題 也有問 之前你一系列的作品 都是畫泳池的時候 都沒有人物在自己畫 在這個設計上 好像說 你也是沒有人在一起 其實你用了反光的效果 去反射回 其實當一個觀眾 真的站在他前面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其他經過的人 或者是附近工作的人 或者真的 你看到的其他建築物 或者看到的其他物件 也好 就是你會發現 你的存在 還有其他人的存在 是的 就是參與了他的作品 所以我不需要畫人 你來看就是那個人 然後這個就是最近期 有一個人問了一個人 問什麼? 我想問大館公是否叫9月 9月 對,還可以去的 現在沒得到游泳就好去 這個就是最近期的 在一間工廠裡放的一個展覽 就是 它有趣的是 我的位置就是在門口 就像一個櫥窗一樣 然後我這個作品就是 叫做某個泳池的入口2 我做過1的 我現在做2 這樣 其實就是一個設計 以及描述 以及其他東西 就是做了一個屢次泳池的入口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景觀 有畫作 然後我有一個新嘗試 就是用了3D印刷的技術 去做了一些類似的裝置作品 是的 這裡有一個浴簾 就是類似可以走進去 然後我又會砌一些真的磚 去鋪了這個牆 做一個入口的感覺 那這幅是 這幅作品就是叫做 《捕獲海豚先生》 是的 那意思就是 去泳池去捕獲什麼呢 你捕獲你的自由 捕獲你的 捕獲你 捕獲某人 這樣 然後有很多你要注意 當你捕獲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守則 譬如天氣 要大眼識人 然後要享用公共空間 以及最重要是安全 這個就是我的新嘗試 就是 因為展覽叫做《 Another Day》 就是可以回應現在疫情下 你的生活有沒有轉變呢 然後我就想一下 有什麼 我可以覺得是有很大的問題 或者我想說呢 我現在疫情裡面有什麼影響呢 我就用了Philippine的技術去印了這些 以前小時候應該大家都吃過的擠擠冰 然後我就改裝了它 我就印了擠擠擠冰的套 然後我裡面加了不同的顏色 然後就好像一個擠手液的裝置 但是問題是擠擠冰是用口吃的嘛 但是就變了好像消毒的東西 現在我就覺得 好像這個疫情下 吃東西都很緊張 那會不會很危險的 什麼都放進口 是的 所以就好像有一點點 這個換味的性質在這裡 除了擠擠冰 還有這個消毒啫喱 但是這個啫喱就是大家吃得而是 那個牌子的四方 對 然後我又在想 可不可以找到那個啫喱呢 當我找的時候 原來它停產了三年 所以我又用Philippine的技術去印刀 然後我就倒膠 然後加上這個啫喱的元素 在裡面 就是這個是消毒的謝理 但是就不知道是否吃得 然後就做了兩個 我就覺得好像他們在對話 或者你安不安全的 我不是安全的 你有沒有消毒的 我沒有消毒過的 那你怎樣我 我不怎樣你 還有顏色又是紅色和綠色 大家的感覺都是紅色是NO NO 紅色就是OK的 有什麼願意 對 提議 這個展覽就好像這個星期 完 還有去星期日完 所以還可以去提集 在上班 對 這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去檢查室 問問題 我看到已經有些問題 還有如果你想開聲問問題 或者跟我們分享都沒有所謂 那大家現在可以 可以 感覺到自己 去跟我們有這個 聊天的時間 出來 那我先問一下 現場觀眾的問題 因為Human也問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之前都選擇這個 木顏色筆 去做你作主要創作的 這個medium 在這個2D的work裡面 那為什麼你會選擇 就是木顏色筆 去做這個創作呢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將來會不會開始抽離 離開泳池這個主題的創作呢 因為現在 都可以說回你最近的 因為泳池生了 你去牛水的時候 其實你就轉換了你的習慣 變成跑步 那會不會真的會令整個創作都改變了 那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好 我們回答了木顏色筆 是的 其實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就是無銀色圓筆這個medium 就是很熟悉 因為 是從小到大去使用的 然後我就覺得 那我就用回我最熟悉的工具去創作 然後 它和紙張的關係很密切 就是好像 一支筆和紙不斷摩擦 那樣東西我很享受這個舉動 還有我除了圓筆、木顏色這些東西之外 就是我經常都喜歡去文具譜 或者去文具譜找寶藏 所以文具譜也是很吸引我 究竟文具譜裡面有什麼我可以拿來做創作的呢 除了畫畫 就是可能有很多其他文具我都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那是 這個是第一條 但是 我覺得可以提一提 你在大館的時候 剛好又是有這個artist book 是 是 是 所以你當時都做了一個創作 跟你平時的創作有點不同 是啊 你真的做了一本artist book 但是就好像你這樣說 有一個尋寶的一個經歷在裡面 因為你都用了 可能你在文具譜平時會看到的一些素材 嗯 就是無論是一些colour paper 或者粉紙 或者各樣你在文具譜找到的素材 嗯 再加上可能你兒時的一些相片 來做一個你和媽媽的作品 是啊 那次就是我在家裡看到很多照片 然後都是我媽媽去拍的 然後我就在想 有沒有可能跟我媽媽合作去做創作呢 就出了一本artist book 然後就 整本書都是在文具譜裡面找的所有用料 就是無論包裝 到裡面的紙 到裡面的貼紙 印仔 是啊 所以都很影響到我的創作方向 是啊 我剛剛在這個check room裡 都分享了一條link給大家 就是大館當時幫蠟燭的一個video 是 在那個錄製裡面 大家都會看到少少去說回 可能他那時候創作這本artist book的一些 就是體驗 是 那裡有得看 就是可以去看 是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那本書 在 在大館的圖書館 artist library 是啊 但是我就沒有了 因為已經賣光了 哈哈 因為是更加 是啊 我自己也沒有 還有我不知道會不會再弄 因為太辛苦了 這件事 因為做本手續 就是 那去大館的圖書館 慢慢細閱 這個也是最近的一個小小的新書 是啊 就是除了用卡片 我們可以再回答這個泳池這個 topic 這個我也沒有肯定 因為我也覺得還沒有舊的 我覺得還可以到處去游 但是可能 現在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預料不到的時候 你泳池都不開了 那 我又沒有得 純粹停在這裡等 那我就變了 就是由大館在大館residence 我第一次開始去跑步 然後我現在每天都有跑的 那 就看看跑到什麼時候 我有新的興奮跑步 都會游 但是我覺得某程度 其實不是那個地方 是那一刻自己的思緒 或者抽空了做那個運動 可能其實不一定在泳池發生也可以 就是跑步我現在都其實replace了去游泳那件事 但是泳池的空間令到我很多幻想 所以跑步我都可以 我都會選擇很多地方去跑 如果我可以的話 那我就可以不斷去export不同的東西 我想出發點就是這樣 嗯 希望快點游泳吧 但是 之前也有觀眾介紹你 你應該要去Bootopus 真的嗎? 還有楊仰也有介紹你去挪威 他也有在櫻園裡分享 原來挪威有一個公室 是有Anthony Booney 的一個sculpture 我真的不知道 看台那邊 真的想不到在一個swimming pool 還會有Anthony Booney 的sculpture 哦 那要去看一下 我覺得其中 這系列的作品 除了你去畫 可能那個泳池 你真的很細心去計算整個的dimension 去畫整個虎盒的樣子出來之外 其實你都在各區的泳池裡 其實你都找了一些很特別的部分 即是 可能那個是你在其他泳池也看不到的 就是可能你去這個泳池 你會看到有些特別的object 在那裡 然後你會描述 其實你會記得那個泳池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是 可能那個observation 就是不僅是那個空間 或者那個architecture 是的 當中你也會畫一些人和人之間的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就像這一套 就像一開始說 袁瑞一樣說 你坐地鐵就在地鐵站 即是地鐵駕車看到青衣泳池 我覺得這個很吻合 是 我有一天在泳池游泳 然後我看了上去看台上 然後我會想 為什麼那些人來泳池不是去游泳 但是坐在看台上 然後他正在看我游泳 但是我們很遠 又不是很近 但是我沒有穿衣服 不是那麼公平 這時候 你不用付錢 然後你明明那樣 然後我就在江水游來游去 我覺得這個關係又是挺有趣 然後 我一直游泳就在池浸泳 我又沒有在其他角度去欣賞 或者觀望這個泳池 那我就開始覺得 我又可以在汗台上看進去 然後我就開始找 究竟香港有多少個有汗台的泳池 大約有二十幾個 那我就逐個去 開始 然後我就逐個去 就開始在汗台出發 然後就看回到泳池裡 究竟裡面有什麼是很吸引 或者他這個泳池跟其他泳池不一樣的畫面 那我就去採取它 然後畫出來 那譬如我這裡好像去了12個 那譬如 18區都有 那我就藉著這個機會 其實認識了香港很多的 我都沒有搭輕鐵 我就是搭輕鐵 那接著 我覺得這個又很有趣 首先泳池是沒有水 然後你有塘梯 但是它又鎖住了 你不讓你進去 那這些都是很可愛 那在它清了池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畫面 那譬如這個 我記得是屯門的 那我看到進去就有兩張椅子 但是這兩張椅子很毆斷絲連累 綁在一起 那我又覺得這麼奇怪 哈哈 是不是怕那些人會搬到泳池 我也想會搬走它嗎 搬得到它就說它厲害 就是不讓它搬 那我不知道 但是 究竟這個鐵鏈 和這兩張椅子的關係是什麼 而我看下去好像沒什麼 但是 可能我去得多 就知道其實泳池不會有地毯 是啊 是啊 那又會有 我想是職員擺一張地毯 怕別人滑倒 那這個也是很吸引 又未必是各個詞 會看到有水泡在旁邊 這個也是沒有水的泳池 然後突然間有一條膠帶封住了這個詞 那究竟你能不能進入呢 然後海豚 海豚是我經常用的動物在畫作出現的 我看到海豚我也覺得很想畫 這個是九龍公園泳池 那它就掉了一塊很高很高的篩在天花板上 就叫大家要小心 這個是上看台的其中一條樓梯 這個也頗有趣 這個垃圾桶我也頗喜歡 原來很貴的 因為我想過做展覽有想過 能不能買一個回來的 然後原來是Made in England 然後好像是一萬元 然後就覺得這個畫面也有趣 就是它攔住了 然後青蛙仔在這裡 但是太陽已經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在看台出發去做的創作 就是叫做If you look at me 都是那個空間的 是啊 還有 之前也有觀眾說 你在旺角有一個創作的 那個就不是純藝術的創作 也是一個合作的一個項目 就是有人找你去合作 是啊 在一個商場裡面 是啊 那次也頗有趣的 是一個商場 旺角的一個商場 然後 就在他們商場門口 就做了一個泳池的設計 那次就第一次做一個外地的設計 以及合作的人 他是一位奧運港隊選手 哇 是啊 他是泳隊的 他好像在看 然後他就知道我說是泳池 然後他就邀請了我 在他這個商場裡 建造這個設計 因為他那時候是公開學界的游泳比賽 那我就覺得很有疑惑 還有在一個鬧事之中 建構一個泳池 就沒有試過 都是 所以就做了 但是這次就不用自己畫的 就是一個電腦的形式 還有print out 但是就有了所有 pops 或者衍生出來的 還有他們很認真地找了一個救生員 是坐在那裡十幾天的 是啊 然後 不知道是朝十晚七的 好像 那救生員就成為這個藝術作品的其中一環 應該是衍生出來的 是啊 然後我記得好像高登還是不知道什麼 討論區就拍了照 哇!這份工作很棒 每個人都想回來 這樣 引起一大的疑論 這個救生員 其實這件事 那我想知道他在那裡是有什麼工作 他看著大家 救生員 他就是看著大家 原意也是看著大家 他也是看著大家 也是安全的 這樣生氣 是啊 也有條片可以看的 我覺得也挺有趣的 就像大館一樣 是的 這個項目都是一個 你不是在平時會看到一個泳池 的 所以我也覺得可能這個主題 或者我個人創作性質 都挺有趣的 就像原來進入很多地方 我會這樣想 是啊 所以是挺有趣的 是的 嗯 你還要不要說 香港體育學院的那個名字 你怎麼這麼了解的 對名字 我還沒去過 我也不知道 可以進入的嗎? 可以進入的嗎? 可以只進入嗎? 因為我運輸酒朋友 我也想不可以帶我進去 不知道要不要拍照 我也很想進去參觀一下 哦 原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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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真的是私人 如果不然我也想進去 找些洞路 你找回遊泳朋友 是啊 港隊朋友 港隊朋友 是的 有些觀眾都說 哇 很喜歡你的作品 是嗎? 謝謝大家 哈哈哈哈 我代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還有 哦 原來楊楊進去是因為她在這裡 之前在做衛會 渡海泳 哦 有些測試 要在那裡先走 你快點報渡海泳 嘩 你又渡海泳的? 我真的不行了 哈哈 反而我也想知道 就是 剛才也說過 就是你一直都在泳池裡面 去學習空間 學習當事人的關係 再重整自己的思維 再去做這個反思 其實你有想過 即是去突破 因為現在去不到泳池了 你就開始跑步了 但是始終跑步 你都覺得 可能還未完成你整個游泳的狀態 或者你整個 整個serious的發展 嗯 會不會想一下真的去 海泳做這個 雖然現在海灘也好像不可以 是否可以 好像沒有沙漠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其實 我想 那個分別是 游泳可能已經 我會覺得是一個儀式 因為好事就是 我是要入口 然後我要付錢 然後經過更衣室 換衣服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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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配置去它的空間 然後你做了你的事 然後我好像沒有事發生過 穿上衣服走 那樣東西是很吸引到我 然後 然後 無論是鎖匙的號碼 那種色 那些 鎖匙 到泳池的深度 或者它的形狀 那樣東西 是令到我 很沉迷 但是大海 就是很大的海 然後 太天然了 那樣東西是天然的東西 我還沒有去到那一刻 是覺得 我可以選擇到一些位置 是我覺得 我會有感覺的 或者 我可以怎麼轉化它 這個還沒有去做到 而且 始終都是那句 香港游泳 真的見不到底 就很害怕 那我在外國游泳 去到那麽高 都見到底 那我就覺得很安全 可能真的游泳池太久 見不到底 就有點害怕 還有 香港的海灘 就是大部分都比較污染染 是啊 最近好像比較清 就是之前 前陣子還要說 有些豬手 沖了上路 所以 嗯 是啊 就是 因為 也可以探索一下 嗯 但是 也可能越來越有越下去 是啊 嗯 大家都有發問 就是 你如何去處理這個無限的 Infinity 處理無限? 其實 是不是因為 是因為 我傳應 可能在泳池的時候,雖然你看到最邊緣的位置 但其實你一直去做,可能你也有一個限制,你可能只有一小時 但是你在過程的時候,其實那個感覺是一路下去 楊羊開聲,問一下你 Hello,我不知道,其實我在拉著你那條線,即是說見到底和見不到到底 這條線是不只是游不游水的問題,而是今天的問題和將來的問題 即是見到底還是見不到到底 如果我們去找到底,可能沒什麼出路 但如果我們怕見不到到底,也沒什麼出路 所以我就問你這個問題,究竟你有沒有想法對於Infinity 即是一種無限,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一直很享受,雖然個人超累 今天早上六點可以做事,但是很開心 聽見到你們,還有看到你們的笑容,大家的參與 即是超高興的,那怎麼辦呢? 謝謝,謝謝 謝謝 你不回答我都可以,不過我覺得我先扔出來 因為我放在記錄上,可能是這樣 我想我怎樣看這件事是 就是你一天繼續生存,都可以繼續探索的東西 然後那種無限是,就是等於可能我不斷去不同泳池 究竟我最後找到什麼 我不用一個前設 然後我期待,我不斷的人要動,去衝破這個無限 然後最後找到什麼呢? 然後那些東西好像又踏高了一些東西在人裏面 然後可不可以暫時代表不斷高一點,高一點就接觸到那個無限呢? 就是等於好像你所說,我見不到底 那是不是有一天,我真的可以衝破到 真的見不到底,我都可以很享受,又不怕浸死呢? 就是那樣東西 對呀,我…你說回那個動作呢? 就是你從游泳到跑步的轉移,我覺得很棒 因為大家在現在COVID的環境 都會見到大家的不同動作 就是說你無緣無故平時 你不會見到別人,例如底高隻手 或者你不會見到一個不游開水的人去國外 那就是說,我們其實是重新去感應大家的身體 對呀 我覺得那樣東西是很感動的,對我自己來說 而且很仔細,很細細 所以我剛才有個訊息說 不如合作吧 和你合作 和你合作什麼?我不知道 或者其實第一樣東西就是可以邀請你來大尾都我家附近那裡 或者跑步 好呀,好呀,好呀 好呀 我們想想它 可以做一個二人水加跑步的練習 聽者有份 聽者有份? 謝謝你 超人的 跑步也有趣 因為我以前很討厭跑步 我是追巴士才會跑步的 然後… 香港人 對呀,我突然跑這件事很極致 流這麼多汗做什麼 因為游泳不知道 然後… 喂,你不能游了 然後看著自己不動 還有我沒有…最大問題是想不到事情 然後說不是辦法 然後我那時候在大館 我就想說不是,試試跑 然後就試試… 所以第一天開始我已經戴著口罩跑步了 那些人問我為什麼你可以戴著口罩跑步 我就回答 其實我第一天已經戴著 我不知道不戴是怎樣的 那件事很搞笑 然後就開始去跑步 然後我就在大館跑了去西環碼頭 一個看著海的地方 我又會有另一種體驗 所以其實… 你… 某些事情不能做 又會破壞了你去做另一件事 就是這件事覺得挺有趣 你… 你要繼續去生存 或者… 你要繼續去生存一些事情 你就不能原地達保 那這扇門關了 就開另一扇門 那我的願意也是這樣 還有我覺得… 很感受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你沒有說因為做不到這件事 譬如好像你在Turkey那樣 就是好像找不到你想要做的事 或者… 一個 purpose 沒了的時候 你去… 嘗試去繼續在那個過程中 繼續去… 去… 去遊走 或者好像現在這樣 繼續去… 用另一個方式繼續去的時候 其實… 你都不知道自己其實會找到什麼 啊… 但這個過程就是不斷繼續去尋找 繼續去找這個… 可能你的一些感動 或者一些… 一些… 你想繼續去… 沉迷的事情 繼續一直去… 那… 我們都不知道最後… 是啊… 大家都不知道 那種未知 未肯定是很好玩的 因為你很多事情計劃了是這樣 最後就是這樣 但如果當你的計劃了是這樣 但當中有五件事不是這樣 那其實我有某程度 我是享受這種突發 或者我要處理問題 那種快感在裡面 然後就會在裡面 就會看到很多新的發生 然後你就會看到自己另一面 在創作裡面也是一樣 是啊… 所以我也很享受去居住 遇到這些問題 這樣就可以有些新的走出來 嗯… 這樣吧… 多謝楊楊的分享 是否大明都會看到 哈哈哈哈 我想知道你的音樂練習在哪裡 不過這是另一個conversation 噢… 可能大家有見過 就是有個Cello concert 因為… 因為…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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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可以想想想 噢… 噢… 這個玩大題琴的演奏家 就用了當地的一個… 名詞 其實就是說名詞 其實沒有了水的時候 那個Echo 或者那個… 噢… 很漂亮的聲音 都好像在一個conversation 對… 對… 剛剛楊楊都在那個check room 分享了一個名詞 大家都可以提一下 噢… 對… 我覺得都是… 我想在這個疫情當中 大家如何不斷去演變 轉變自己的生活 心態的時候 如何去繼續去 真的不要… 即… 要停下來 要慢慢去思考 慢慢去reflect 或者慢慢去整理 但是同時間 我覺得… 都很開心 看到阿納繼續去… 去… 去… 做這個創作 不同的… 上線 嗯… 也都… 很感謝今晚 大家參加這個分享 那… 之前在check room 也有 擠下阿納的個人 那個web site 所以大家想revisit 的時候 都可以去那個web site revisit 還有今天的這個 都下跌了 之後都會在youtube channel 那…所以… 所以… 如果阿納合作的話 就可以… 歡迎… 歡迎… 之後… 也都… 這次的 visit 其實我們有錄下的 那… 那… 大家如果… 之前有沒有拼收了哪一部分 隨時可以回去看 那… 其實我們都有其他 和其他artists 做這個steel visit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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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其他本地的藝術家 大家可以去更加認識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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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visit 就是… 今個星期六的十點… 早上十點 那… 那… 就是和王傑儀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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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我們一起在這裏的分享 嗯… 多謝 阿納 來… substantial 謝謝… 麻煩 LSVIA 不會… 那… 多謝大家參加 好了… 到晚安 別留在家裡了 monkeys 拜拜 大家加油� 拜拜